张家口十一二十八爆炸事故中,那些死亡,失踪和幸存的人村民。 11月28日零时四十一分,张家口市桥东区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华,附近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官方通报,事故造成23人死亡。 22人受伤事故中过火大货车38辆,小型车12辆记者了解或知,目前事故现场仍处于封锁状态附近,仍停放着100多辆大货车,装载着工业用盐和煤炭等物资,目前化工厂附近道路上,仍停放了四五十辆大货车。 主要运输工业用盐,煤炭和化工原料,事故现场,为何聚集了大量运输易燃品的货车?是否存在管理漏洞? 关于事故,究竟是哪家企业作业引起?引人关注38辆大货车连串爆炸起火。 11月29日上午11时爆炸现场,多辆大货车头部被烧至变形,只剩下车身刚下, 还有多辆大货车车厢被烧塌,车内装带的煤炭散落一地,冒着黑烟,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擦拭车牌便时,审核登记车辆信息记者从多个渠道或知此次事故的多名遇难者是大货车司机。 很多人当时正在货车上睡觉,爆炸现场附近的张家口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珀尔,门口拉着警戒线。 多名工作人员门口守候拒绝无关人员进入靠近马路的海珀尔厂房,已被烧毁。 透过围墙可以看到厂区内大部分存在过火痕迹电线,也被融化烧断厂区外的大偏林地,也被烧毁。 距离海珀尔百米以外的停车场被五辆大货车和三辆小行车被烧毁。 部分车辆车窗玻璃融化轮毁被融成铁匠后,凝固停车场内的三排平房。 窗玻璃被震碎后,飞到两米之外,房屋掀花板,部分被震塌靠近马路边的房间内。 所有物资全部被烧毁床铺,被烧的只剩下一个铁匠海珀尔旁边停车场内。 多辆大货车被烧毁车场玻璃融化,而距离海珀尔二百米处是圣华公司。 该公司大门被烧毁门口的直搬室,被烧后门窗坍塌。 工厂内两个巨型球罐靠近马路的一面,被大火熏黑。 圣华公司大门被烧毁,门卫市,门窗掉落。 但目前正常生产张家口市通报称,明火在28日凌晨24时8分基本扑灭。 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事故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杀过火的大货车38辆,小行车12辆。 目前22名受伤人,园中2人在市第一医院救治生命体重正常。 8人在解放军251医院,救治其中3人危重伤,5人生命体重正常。 5人在北京解放军304医院2人在北京朝阳急救中心1人在北京儿童医院救治。 另有4人轻伤已出院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卫生应急办公室人员和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安定医院的重症医学、烧伤、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共5人组成国家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伤员救治和心理安抚等工作。 此外北京儿童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院中心等,参与转运伤员的医疗救治。 附近村民紧急撤离北甘庄村,梅嘉营村距离爆炸现场都只有一两公里,爆炸发生时村民张先生已经入睡床,突然的晃动把他阵醒接连着就听见三四声爆炸,村子东边冒出洪光村子里的狗,全部都叫起来了,只穿着秋衣秋裤睡觉的张先生并未在意。 懒得出门查看,过了十几分钟,儿子就打电话让他起床,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就说爆炸了赶紧走,随后村委会也广播通知要求村民马上撤离到十公里以外。 投奔市里的亲戚家或者住酒店北甘庄村多名村民反映,爆炸发生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有人解释是车辆焚烧的味道,仍没有消除村民的担心一些村民。 戴上了口罩凌晨两点多前村两千余人几乎撤离了一半,路上都是车除了生病走不动的大家都往外跑,靠近路边的三排平房,屋内天花板被震塌爆炸。 发生后梅嘉营村村委会广播通知化工厂方向起火,要求村里的防火队员参与救火防止火事蔓延,到山上一些村民接到亲朋的电话后,往外撤离梅嘉营村村民张师傅。 平时,在张家口开出租车儿子,在北京上班张师傅听力不加听道,不断的爆炸声还以为是有人敲门,但始终没有见人进到院里。 在北京的儿子看到晚上的消息后,接连打电话,催促他赶快躲到市里。 他才和妻子连夜去了张家口,直到第二天上午确定火事被扑灭之后,逃到张家口的村民,才陆续返回到村里张家口市官方通报表示省,是两级监测结果表明截至目前设立的五个空气监测点位。 军卫检出有毒有害物质,地下水监测,未建议常在大火中失联的双胞胎,爆炸现场附近的向嘉营村。 一对双胞胎兄弟失联两人的四名亲属,也受伤住院双胞胎的亲属称医院没人,殡仪馆也看不了家里人,每天就在场去找人。 向嘉营村民,齐海明向微杂志记者介绍,失联的双胞胎是他的侄子二人的名字。 为齐晓文和齐晓云今年18岁在附近的专厂开车,家属趁事发时双胞胎,乘坐的车上一共六个人,去张家口玩了一天,直到12点多才。 从市里回向嘉营村车,走到盛华门口时,前面突然爆炸起火,车也一下子熄火了并且启动不了眼看着火,扑过来六人下车四处逃跑,没人留意到齐晓文兄弟的逃离方向。 最后双胞胎失眠,另外四人受伤入院。 齐海明到医院查找没有找到齐晓文兄弟二人,两个18岁的孩子生不见人。 死不见失齐海明和几位亲戚,一直在附近寻找烧毁的房屋。 土坡的拐角甚至路过垃圾坑他们都要看一下,是否有异物焚毁的痕迹。 路过枯水井他们都轮番往下看计算这二人跳井活下来的概率事发之后,他们在现场附近方圆两公里,找了三遍至今仍没有音讯,去做了DNA配型。 也一直没信张家口是通报,表示当地已经组建工作专班确认死伤人员身份,做好家属接待,情绪疏导,抚恤善后等工作。 化工厂附近大货车排队是尝试事发路段,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 附近两个停车场内和路边,仍停放着一百多辆大型货车停车距离只有一两米,由于解除封锁的时间尚不确定,司机将货物运回发货地需要自己承担损失,部分司机将货车停放。 在路边等候北盖庄村村民郭先生介绍,每天都有很多大货车,网化工厂送煤炭,工业盐何以缺路边货车,排队能排一两公里长。 一看到气贯车,我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有毒气。 货车司机陈庆远主要运送工业盐,山东运到张家口,一般需要两天时间,除去过路费邮费等花销。 一趟可以挣到2000元左右陈庆远介绍,工业园区用盐和煤炭等物资较多,开到园区的大货车需要排队卸货工业区内,只在白天卸货货车,在下巴时间运到厂区后,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安排卸道路南侧多辆大货车被烧车在的煤炭,堆在车旁陈庆远称前几天,受大雾天气影响高速风路。 很多货车被困在路上最近几天,到达厂区的货车比较集中,都要排队等候进场卸货。 由此前往盛华运送煤炭的大货车司机介绍,化工厂附近大货车排队是经常的事,一般都要排一天有特殊停矿时。 甚至排过一个星期,有的司机排队领完后,就自己到附近的宾馆住下,上前的司机就睡在车上。 到附近的小卖铺买点方便面是相对于运送已缺,天然气等运在工业颜,相对比较安全陈性远。 向Vistakam天下微杂志记者介绍,化工厂内禁止吸烟,甚至禁止司机携带香烟和打火机进入厂区有时候,化工厂人员会上车检查是否携带火源,司机把烟和打火机藏起来,或者暂时放在门卫室。 陈庆远的货车停放地点距离爆炸现场较远并未遭到焚烧,但在当天晚上,陈庆远也一直提心吊胆,正在车座后面睡觉的陈庆远被爆炸声震醒,就看到盛华附近冒起火光,连着炸了四五声,陈庆远穿上衣服之后就将车启动。 车根本就动不了一辆贴一辆都堵死了,陈庆远就下车站在路边,等火势灭了之后才回到车上一夜,都没敢再睡觉。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趁爆炸发生时,在现场的孙姓货车司机,透露,这些装载不同材料的货车混在一起,并无分别都在那里。 还对此前当地的安监部门曾经下令,禁止这些车辆停在路边要求他们停到停车场,但后来就放松不管了。 于是这些拉煤的车盒装,这依然已缺的车混在一起,都排在路边针对有媒体报道趁事故调查的初步原因,为运输已缺的大货车爆炸,而该货车,当时准备给海珀尔送货。 对此海铺尔相关负责人否认了该说法,自称该企业尚未投产,即便投产也不需要使用已缺。 究竟发生爆炸的大货车属于哪家公司? 目前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张家口市官方发布消息称,以第一时间责令紧临事故现场的盛华公司采取紧急停产措施,并由市安监局牵头。 公安消防和盛华公司技术人员进入厂区排查,消除事故隐患依法依规,科学展开事故调查依法依规追责。 张家口市官方通报表示。 张家口市官方으